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夯的投资或者说在产业界的概念 就是新能源车 今年围绕着新能源车 外民哥认为 能源所代表的概念 依然会影响到今年 全球产业跟投资市场的变化跟情绪 只是说表达的方式 诉求的重点有一点出入 所以今天外民哥帮大家设计了一个题目 我们看今天的封面 今天的封面主题叫综合之道 这个背底是中国跟美国的国旗 这图的右边有一块碳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外民哥想跟大家讲碳综合之道 什么叫碳综合 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最近在市场中炒得非常的热 其实就是针对温室效应气体 特别是二氧化碳减排跟能源效率的问题 一直都是大家所关心的 尤其大家可以看出来 A股这两天针对这个议题 都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谈呢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显示的 中间有一个大的image 大家一看就是代表比特币的概念 那左边跟右边各有一个女人 右边这个女人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是美国的财长 也就是前联准会的主席耶伦 左边是目前全球市场最红的一家投资公司 叫做方舟资本 英文叫ARK的负责人Catharin Wood 有人称为他 因为叫Wood Wood就是木头的意思 叫他称它为木头姐 去年他的投资基金是全球表现最佳的 那他为什么表现好呢 很大一部分他采与了比特币的操作跟投资 Catharin Wood甚至于很大胆的预测 比特币 大家都知道比特币前段时间 每一枚涨到将近6万美金 最近有了一些修正 但是Catharin Wood认为 在可见的将来 比特币一定会涨到一枚50万美元以上 会不会是这样子 外民哥也不知道 但是有人不以为来就是耶伦 大家说耶伦最近在国会 或者在很多公开的谈话中 就批评比特币 第一个效率差 第二个不可持续 就是比特币的行情投机性太强了 这种投机行情是没办法持续的 其中他还提到一个效率 什么叫效率呢 前天Catharin Wood就针对耶伦所提的 比特币的效率 有了一番不同的论述 Catharin Wood批评 耶伦是一个金融专家 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 但是他不懂加密货币 或者数字货币 根本不懂比特币 那么特币他针对耶伦说 比特币的效率偏低 所谓效率偏低 就是比特币在产生的过程中 必须耗费大量的电 透过伺服器进行挖矿的工作 这个大家投资人应该都 知道一个大概的情形 那Catharin Wood说 如果把比特币跟黄金 他们开采的价格比起来的话 比特币所消耗的能源 可能比开采黄金还低许多 所以他认为耶伦批评比特币 没有效率是错误的 讲到之后我们才终于知道 他们所指的两位女人 耶伦跟Catharin Wood所指的效率 是在这个投资商品产生的过程中 他所耗费的能源 你就可以知道比特币 从货币理论上 或者说同质理论上 一定有不同的评价 耶伦从经济学家的观点 从政府政策制定的观点 当然反对比特币 好不容易联准会议 印了那么多钞票 大家把这个钱拿去 炒作一个虚拟货币 是可忍说不可忍 这个等于是破坏了 国家的货币金融秩序 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比特币它有它的稀有性 它可以满足目前市场上 投资人对投资商品的需求 跟信任感 所以你看这怎么说呢 但不管怎么讲 他们把对于比特币 对于这个虚拟货币 关注的核心 回到了能源使用上 这个时候就牵扯到 万民哥今天所跟大家设定的主题 碳中和 什么叫碳中和 就是希望二氧化碳 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 透过人类的奴隐 能够尽量减少 然后试着 譬如透过种树 或者发展新的能源 把它给抵消掉 让人类地球的CO2 温室效应气体 达到零排放的水平 我透过减量 本来一年是生产100亿公顿 减量减了50% 那还生产50%是怎么办呢 我透过种树 透过氯化 透过种种的这些努力 比如说 现在发展出来的二氧化碳 温室效应捕抓气体 把这个气体抓起来 埋在地里头 或者放到海底下 用这种方式减少它们对气候的破坏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显示的是A股的 所谓碳中和指数的变化 它是从2005年到最近 就是到最新的这一个礼拜 这个十余年来 碳中和指数 它的周线 周K线 最高的时候在2015年 来到了1537 现在大概已经来到了1100 跟2015年比起来还有一段的距离 但是万民哥认为 2015年是中国股市 一个比较特殊的一年 它的很多指数 所代表的投资价值 其实上是失真的 但是这一波碳中和指数的上扬 很大的一部分 是反映到政策的需求 我们看下一张图 所以最近在投资市场上 碳中和碳交易 类似的标的或者商品 会成为投资市场 关注的一个对象 我们看看全球 对于所谓温室效应气体 它的变化或者减排的努力 黑色的这条线 是表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2000年以后 全球温室效应气体 排放量的一个变化 都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 但是大家都知道 前几年全球 透过联合国 还有包括美国总统欧巴马 甚至于包括中国的努力 签订了一个巴黎气候变化公约 要求特别是几个大的机器体 比如说美国 欧盟 中国 中国能够一起承担起温室效应气体 减量排放的历史责任 所以如果按照现代的趋势走下去 没有透过人类的努力去改变的话 这个未来温室效应气体 还会缓步地向上增加 这个增加的结果 就会造成全球气候不断地向上飙升 可能平均会增加到 2.7度到3度的水平 这个是统计到2100年以后的情况 但是如果大家能够好好努力 乐观地估计 从2020年以后 全球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 会进入一个拐点 就是开始减少 开始减少 这个时候全球的气候 就可以受到控制 如果大家再努力一把 把碳中和所要求的达标的水平 再提升一步的话 那可以大幅改善地球的气候 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 人类是离开不了环境的 人类文明的发展 你一定要跟环境取得一个平衡 如果你没办法达到这个平衡的话 那么这个环境 是不适宜人类文明的发展 那更不要讲其他的事情了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显示的是 现在全世界各国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排名 最高的是中国 现在已经来到了1.12亿公顿 其次是美国 大家可以发现相对来讲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比较发达的国家 但是你从人均的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并不是排名第一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国比英国略高一点 但是比德国或者日本 人均排放量还低于这些发达经济体 毕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跟这些国家相比起来 还有一定的距离 那甚至于中国人均排放量 还不到美国人均排放量的一半 你如果去美国的话 你就会知道 美国人的生活是非常的耗能 就是美国基本上 一般老百姓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水平特别高 每个人一人一部汽车 上班很少搭乘这个公共运输系统 你会说纽约地铁不是很发达吗 那是纽约 外面应该跟大家讲 多数白天到纽约市上班的人 他们都是从一两百公里外开车 开到纽约的郊区 比如说纽泽西附近 然后换城市的城际的铁路 进入纽约市 再到纽约市搭地铁 比如说到曼哈顿 这些中心来上班 你看看 他这一趟通勤的时间 来回大概一天就要耗三四个小时 这三四个小时都待在交通工具上 而其中有一半是待在私家车内 外民哥有一个朋友 昌西在纽约工作 有一年纽约出现大停电 大停电发生以后 公司整个纽约市所有的企业 都决定提前让员工下班 他从中午下班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才到家 为什么 因为大众运输系统停摆 他没有地铁 他没有沉寂铁路 可以搭乘 他必须走 走到纽泽西 中间当然有时候是搭别人便车 然后再开着自己的车 回到长岛 我还觉得太可怜了 太惨了 这就是美国这个社会 它很极端的地方 一旦碰到一个突如性的 突发的这种大的这种变异的时候 美国人生活会乱 乱到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就像前段时间 大家这个谈得非常热的 德州暴风雪 一个这么发达 生活水平这么高的地方 突然一吸引之间 就变成了人间的这种炼狱 我们看看碳中和 它所形成的概念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排放了那么多二氧化碳 但是我们透过碳中和的技术 还有体制 鼓励一些节能的生产设备 同时透过比如说 种树等等的方式 能够抵消或者吸收 多产出来的温室效应气体 这个温室效应气体 大部分是属于二氧化碳 最后达成什么 达成就是零排放 零排放 你说不排放不可能 但是我把排放出来的 经过妥善处理 变成跟没排放一样 所以你对于碳中和这个概念 不要去想太多 就是能够达到温室效应气体 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增加 零增加 这就叫做碳中和 我们国家主席 习主席已经向全世界承诺 中国要在2060年之前达到所谓的碳中和 就是到那个时候 中国就不再为地球增加任何的温室效应气体的负担 其实万民哥从20年前当在台湾地区当记者的时候就很注意到这个问题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像比尔盖茲所讲的 你一定要过一个全电动化的生活 把你所需要的能源是透过规模化 集中化的方式产生 然后再分配到不同的 比如说消费个人或者说单位上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能源的效率利用使用到最高 在这个过程中 发电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们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所代表的曲线是全世界 目前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状况 红色的是代表中国排放的曲线变化 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一直到1980年后改革开放 逐渐上轨道以后才增加 超过了美国超过了日本超过了发达经济体 但是问题最大的还是很多新兴发展国家 他们的经济水平老百姓和政府相对来讲 财政比较拮据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根本还谈不到所谓怎么样减量的问题 但是中国到2035年的时候达到一个最高的水平 然后完成了所谓碳中和的目标 万民哥认为可能随着新技术不断的推出来 中国应该会比我们现在所设定的2060年的目标 更早几年甚至于十年以上 达到所谓碳中和的目标 这些技术包括新的这种发电技术 还有科技的这种运用 人工智能的普及化 会帮助我们把能源的使用效率 快速地去改善 所以这个目标是我们设定在2060年 但是实际达成一定会比这个更快 这种加速的过程 其实就会创造许多的投资机会 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减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电 万民哥刚刚讲过 大家可以发觉 现在主要三个发电 未来大概2025年以后 都会出现这个衰退 比如说天然气发电 石油发电 煤发电 所以相关的议题 做一个投资 聪明的投资者来看的话 就不要碰这些东西 就不要碰这些东西 未来可能会出现新的发展 比较速度快的 第一个最快的是 这个所谓的太阳能发电 第二个是核能发电 第三个是 就是所谓的风力发电 再来就是生殖发电 生物发电 再来就是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相对来讲 成长的幅度比较有限 是因为过去十几年来 二十年来 中国的水力发电 开发已经达到一个饱和状态 万民哥前来两年看一个新闻 大渡河 四川闽江最大的只有大陆河 一年的水力发电装置容量 就大概达到了3600万千瓦 3600万千瓦是一个什么概念 万民哥来自台湾地区 全台湾一年所发的电 就是3600万千瓦的负载量 就一个大渡河 但是大渡河产生出来的这么多电 其中有十分之一以上 是没有使用到 发出来以后 因为送不出去就浪费掉了 在这个过程中 那怎么办呢 就要发展特高压输配电系统 所以你了解这个情况以后 你就知道 这个将来太阳能发电 这个新的核能发电 核能发电 就是比尔盖茨跟中国合作的项目 锋利发电 它的成长 这个上面是它的百分比 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投资机会 另外一点就是输配电 因为为什么太阳能发电 一定会在什么地方 在内蒙古 在西藏 这些地广人性的地方 普设太阳能发电厂 然后透过特高压输配电系统 把这些地方所生产 这些地方相对来讲 离经济发达的地区来讲 距离比较远 相对比较偏远 所以要有一个高效的配电系统 把这个电输送出去 这个是原状图显示的 这个未来发电的主力 都是这些新能源 比如说太阳能 这个核能 风力 这个水力 生殖能 那传统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将来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少 到2060年的时候 这个天然气煤石油所占的发电比例 可能不到中国发电 总量的20% 那讲到这边 其实我们还是回归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努力 就是改善 人类跟环境之间的和谐 我们塑造一个 更适合人居住 还有文明发展的环境 外面就跟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上海黄浦江办的日辉港 现在这个日辉港 它在黄浦江南外滩 老工业区 叫做滨江工业区 大家都知道江南造船厂 或者早期的 这个现在中国重工 这个几个大造船厂 本来都在这个区域 后来2011年办世博会 把当地的工厂全部搬走了 现在这个日辉港 就变成一个休憩的空间 万民哥在上海待过一年多的时间 经常到这边运动也好 其实风景非常漂亮 风光明媚 这个桥是黄浦江上 一个很重要的桥 叫做卢浦大桥 这个照片的左下角 放了一个马桶 这个是马桶 上节目之前万民哥问的同事 你认得不认得这是什么东西 他不知道 这个是以前古代人 每天排泄物 排泄以后就 在这个马桶上 然后第二天把它倒出去 为什么要拿这张照片 因为这个日辉港 是有一个别称叫做石港 什么石呢 就尿石的石 为什么呢 它是以前大上海地区 粪便排泄物的 集中处理运输港 就是每天上海市民的排泄的这种粪便 集中到这边 送到其他地区 作为这个农业的肥料 再跟大家看这张图 这个图有一个商标 叫做马洪记 这是一个澳门的知名的一个食品 丙店 所以它名称叫做马洪记 在解放之前 1949年之前 马洪记 是上海市最大的水肥处理公司 所谓水肥处理公司 就是处理每天 老百姓排泄的这些粪便 每天都有人去搜 然后集中起来 对不对 把它集中到日徽港 然后再把它输送到 江苏浙江一带 供农民做肥料使用 这个中间这个女的人 叫做林贵生 她是1949年 上海解放之前 最大的黑帮老大 黄金荣的太太 他就是当年上海的 这个粪大王 粪大王就是粪便的粪 粪大王 就是专门呢 对不对 处理这个上海市民 每天的这种排泄物 公司名称就是说马洪记 在解放以前呢 整个上海人口大概400万 这个水肥处理的这些人员呢 从业人员大概有5000人 水肥车呢 大概有1900辆 其中呢 有一半是由 这个叫做林贵生 黄金荣的太太来掌控的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很有意思 就是以前上海市 这个收水肥 收马桶的状况 万民哥在前年在上海的时候 还有看到有人在使用 在上海的老城乡里头 据说啦 到2019年的时候 全上海还有七八百个这个马桶 还没有完全消灭 那这张图呢 是苏州河上 有人在2000年拍下了一个当年的水肥运输船 这些船呢 在苏州河办 收集到这些水肥以后呢 就运到万民哥刚刚讲的 黄埔江办的日徽港 你就可以知道 在这个城市的发展中 就上海市来讲 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是为了水肥处理的问题 比现在供水供电还要重要 因为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人没办法居住的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上海的这个水肥从业人员跟产业 才慢慢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 我们跟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的左边呢 叫隋阳帝 杨坚 杨坚呢 在即位以后 开皇三年 公元585年 决定呢 把首都从当时的长安城 旧长安城 搬到长安城以西南 新盖的一个城叫做大新城 为什么要搬离呢 因为长安城从 汉高祖新建以来 经过七八百年的发展 已经不适于人居了 为什么 室内堆积了太多的人为的分辨 造成地下水质恶化 这个地上呢 充满了臭气 地下水呢 又肮脏得不得了 你想想看一个帝国如果 这个首都是建在这样的一个都城里面 这个帝国还会有希望吗 所以杨坚就派他底下大臣 于文凯 重新规划设计了这个所谓大新城 面积呢 是原来旧长安城的两倍多 八十多平方公里 是人类有史以来 有城墙范围最大的一个都市 为什么搞那么大 因为它必须有更大的空间 来吸纳这个城市 它所居住的这么多人 部队官员 每天的这种排放量 你就可以知道 就一个开国民军来讲 它一旦登基以后 为了帝国长期的发展 它呢 最重要的当务之急 就是盖一个新城 盖新城目的 不是为了自己生活 有更大的空间 其实就是为了解决 环境卫生的这个问题 这个长安城呢 两百多年以后 皇朝兵变 叛变 一把火又把它烧掉 大家都觉得很遗憾 但是你从皇朝的角度来看 它打入长安城以后 长安城经过两三百年 累积的这些排泄物 已经凑不堪闻了 它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它放掉 顺便杀菌 然后呢 再到其他的地方 去建立新的都城 所以没有办法解决掉的话 城市文明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我们现在来看到英国 这张图呢 所显示出来的是 1848年 这个当年 英国为了举办 1851年 第一届万国博览会 在1848年下了一道命令 叫做公共卫生法 要求全英国 每一个家庭都必须安装抽水马桶 抽水马桶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 才出现的 没有抽水马桶之前 英国的城市最大 伦敦城 也不过就是50万人口 不可能像发展到长安 甚至于北宋时代的这种 开封的这种百万以上的 这种人口的城市 到了宋朝之后呢 有了长安 有了唐代的经验呢 宋太祖一建国以后 就成立一个街道师 这个街道师就是负责 开封城的公共卫生 到宋仁中 嘉佑三年 1058年的时候 发觉街道师已经不管用了 为什么 开封城 所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 不是街道上有没有垃圾的问题 是饮用水跟废水排放的问题 所以呢 就在当时的核取师之下 成立了一个水都间 专门负责呢 处理水肥的问题 每天呢 叫禁军 守城的禁军 把这些水肥收集起来 运到城外 给农民当肥料 才能够解决 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改革开放以前 上海解决水肥的问题 其实一直延续到1000年前 可以推到1000年前 宋代时候就是这样子解决的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很有意思 你可以看出来 伦敦呢 是到1801年 人口才突破100万 这个1841年 要求大家 加了这个抽水马桶 然后城市才不断不断地发展 到现在 人口已经超过了900万 接近了1000万 所以大家可以发觉 在CO2温室消炎气体 这个环境问题出现之前 人类文明的发展 就是跟环境 解决环境恶化的一个斗争史 只是过去呢 只是过去呢 在1940亿工业 这个革命之前 重点是放在城市 或者老百姓排放的这些排泄物的处理 现在呢 也是面临到人类文明发展中 一些排泄物的问题 只是现在的排泄物呢 是CO2 温室消炎气体 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呢 才可能营造一个 适合人类文明发展的环境 在这个中间 当然就要有很多的机会 万民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